华航和长荣各一架 从桃园飞福岗的班机 都因为强烈的风雨无法降落 最后只好返回台湾 而乘客也拍下飞机上 剧烈颠簸的画面 形容像是在做大怒神 不少人甚至吐了 尝试降落 剧烈摇晃 进击拉起机头重飞 画面现象还身 华航CIE 凌桃园飞福岗乘客也是受灾户 乘客拍下惊心动魄瞬间 无法降落福岗不断盘旋 改先落地大阪后 想尝试降落福岗又失败 只好回台 成容BR106 桃园飞福岗一样吓死人 空中盘旋至少四十分钟 乘客形容像作大怒神 不少人因剧烈颠簸吐了 在飞机上的感受是怎样 坐了两次大怒神 降落不下去 它有没有很颠簸 超颠簸 一多人都吐了 其他小孩有尖叫 反正就是蛮恐怖的 老实说 感觉它很努力想要下去 但还是下不下去 长榮BR106两度尝试降落失败 被迫返航回台 包括华航长榮多驾往返台湾 与福岗雄本高松等航班 29号全速取消 长榮预计30号飞福岗的航班 会放大机型输运旅客 将依天气状况调整 日本当地灾情严重 山崩造成死伤 还有人落海失踪 九州多达九百家 超商门市29号暂停营业 山山台风牛步前进 恐成为在日本登陆最久台风 估计到下周九月三号 还在日本持续带来风雨 记者听听听好吗 中央 中央